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我這一陣子大概上一個月吧 就是最近一個月通常我現在發現說我我拍這個時機就是說我都會把來的送來的這個包裝啊 如果他有包裝是他原本包裝我就把他留著因為如果一個月內我想要退貨的話 我就會我就先放在那裡然後然後給他一個試用期的時間這樣然後如果他不符合這個我的檢驗的話他就會就是原包裝就是回去也會送這樣那今天會所以所以當你們看到這個時候就是代表說他已經通過通過的試用期這樣子然後這次要跟大家介紹是我因為其實有時候會外帶那個拉麵回家 那他他通常都是一個碗嘛一個那種塑膠還是紙碗這樣子然後所以事實上就是就是就你會想要讓他感覺在家裡吃起來也會想要有在拉麵店吃的感覺就是有一種生活上儀式感還是就是那種比較在意一些這些地方這樣所以我就覺得說那我可以來買個是不是來買個拉麵碗其實這個有另外一個原因啦就是 大概外帶是一回事就是其實我最近也有在看一些影片然後怎麼做拉麵然後怎麼做叉燒肉啊怎麼做拉麵他的那個湯心蛋等等就是我之後自己做的時候就是我就覺得說 哎有這樣的碗可以派上用場的話就是比你弄一個這個普通的奇怪很奇怪的碗裝的話就會覺得說哦就是你花了一些時間來來把它做出來之後你會覺得說哎就最後把它裝進碗裡面的時候你會覺得說更像那麼一回事這樣那所以這是買這個原因那當然買這個原因當然大家也知道這個這種拉麵碗它是就是這種 比較像齒的這種材質那當然這種就是會打破嘛那如果日常生活中沒有用到這個時候我就想說要用一種就是比較不會打破的碗那當然他有有可能可能這個大小也許可以拿來泡泡麵還是這可能有點小吧但是就是泡泡麵的時候如果大家那個泡麵比較小包的時候或者是說這個可以拿來日常生活中吃我煮的自己煮的意大利麵然後或者是意大利麵我有時候用這個然後 看那個大小然後也可以當就是一般飯碗這樣那但是他就是比較像是這種這種形狀啦那所以可能可以如果你有一些湯汁的話那也可以裝進去這樣比如說滷個雞腿啊什麼的時候然後就用這個碗也不錯那所以其實那時候是是因為這樣就是原本是要買這個然後後來發現這個長得很像那我就想說兩種都買來試試看看看他有什麼差別然後後來買來之後發現說哎其實是 但是這個大小上是有差別的然後所以所以這個這個碗後來就是用來裝比較比較沒有那麼大的的份量的東西這樣子那他可能就是變成一個可以說是 某樣菜吧比如說一個肉還是一個一個菜啊還是一個另外一個就是除了飯以外的東西他可能會裝在這個裡面那他這個因為他也是他也是叫Ramen Bowl嘛那所以他他來的時候他就是附一個這個湯匙這樣然後附一個筷子這樣 我希望我希望我沒有搭配錯啦因為其實我有點忘記啊對啦沒錯啦就是他是搭配黑色這個筷子這樣啊所以其實某種程度上我覺得他的筷子好像比他 美一點 那所以當然我兩種都買了到時候我要搭配的時候我可以我可以就是用這個這樣子那這個他就是他就強調他的他來的時候他就是他就是一個這個湯匙嘛 那這個湯匙其實我現在日常生活中蠻常用的就是如果我煮了一個有一些湯汁的這個滷的東西的話我就會用這個來喝湯這樣子然後那這當然就是他筷子那其實這個筷子我現在可以說是完全沒用到因為我本來就有很多的煮筷子而且比這個漂亮這樣子 所以這個這就是一個他他附的筷子這樣子那所以我那天有第一次就是有有有附就是有那天有外帶一個拉麵回來 然後用這個裝起來之後真的真的就蠻蠻那麼一回事這樣子那外帶後來才發現就是因為用這個碗裝然後才發現外帶的份量那湯倒進去的時候是幾乎直接到底所以就是這個碗如果拿來裝外帶的份量的話可以可能可以可以裝的滿滿滿這樣子對那今天就跟大家介紹這兩個當然這兩個會還在原因就是因為我真的幾乎每天都在用他們這樣所以就蠻實用的所以跟大家推薦啦就是 其實這也是我用過其中一組這樣那但是我每次在Amazon的時候都會都會挑啦就是不是說這個他最便宜還是什麼就買這樣所以其實會選到他和他也是有比較了一陣子這樣所以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樣是那種會比較的話那那這就是我幫你挑選出來可能相對就是 就是Amazon評價或者是說好看度啊然後這個等等的就是那以及價錢這樣子是比較 比較是這個比較好的選擇這樣子我自己個人對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那如果你有這樣需求的話可以買來用用看這這其實沒有 就其實不貴啦對就是這個玩然後他他這個他這個買來裡面有有附兩個了所以我我這就放一個在這邊給大家看他長什麼樣子然後這個這也有附兩個這樣所以他各各各來都有兩個這樣那兩個意思就是說他其實也是有兩組的餐區這樣子 好那從這一次開始我想要跟大家就是就是在這個介紹影片的後面就是啊加一個環節這樣子跟大家分享一些以前以前弄用過的東西然後有新的更新這樣子啊就是剛好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之前啊之前買了這個嗎大家可能如果看過我之前的這個影片的話可能有記得我買這個兩個來比較這樣子 那我後來為什麼又買了一個這個呢就這個為什麼這長那麼像他呢是這個原因就是因為就代表說他不好所以所以我就是要來取掉取代掉他這樣子但是這個東西因為我買蠻久了所以其實他已經退了就是過了可以退當然當然我要應退也可以只是我覺得說其實我也用他好一陣子那我也我沒有一定說要退了他然後拿回那個錢這樣就是 也是感謝他的服務這樣子那所以這他們也是這個我用了好一陣子應該沒有一年的話應該有好幾個月到可能也許半年以上吧那其他他們都很好用但是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啦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他的開口啊這一種這個是Livestrade的牌子那當然這是另外一個牌子這個是什麼 ServiMate這是另外一個牌子那為什麼我想試這個的原因就是因為 嗯 嗯 當然我之前買過他了所以我想要試試看他那 嗯同時就是當下也是他比他便宜這樣子所以我就想說那我來試試看這個這樣子 那但是他裡面的這個這個濾心都是一樣很大隻一個這樣子那 然後來試用的結果就是這個這個蠻不錯的這樣那他外觀其實也蠻好看的那唯一的差別是這個啦這兩個差別是他上面吸吸管的橡膠管 所以你你如果這個撞到你牙齒的話就是不會痛這樣但這個是硬的就是硬的塑膠管這樣所以在喝的時候你可能就是啊 當然你在定點這樣子喝的話可能沒有什麼問題可是你如果是因為我有時候會騎腳踏車我就會邊騎然後因為他就放在我側背帶然後我就會拿出來就是 就就就一手騎車一手拿水喝這樣子那這個你在行徑中的話有可能就會撞到你牙齒這樣子就是可能要特別小心這樣所以他他有這個小缺點這樣不過整體而言他其實沒有什麼問題我覺得他就是基本上跟這兩個使用上很接近那 那今天就要跟大家講為什麼這個之前買之後就是用了一段時間不太推薦因為他這個這是橡皮的材質那他帶可以看到這裡這個很窄嗎 那其他後來發現他有缺點就是當你用久的時候然後你這樣子蓋著然後又潮濕的時候有時候啊就是就是可能也許一週兩週的時候他這個是會累累積一些就是那種 呃可能比如說舉例你就是那個啊你可能有濾水器吧或者是那種水湖放在那邊酒他就會累積一些那種藻類還是什麼的就你就看到綠綠這樣然後你就就必須要用棉花棒清然後你就覺得說喔有這個衛生引率這樣所以其實我看當就發現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當然就是會洗嘛但是其實這個問題是反覆發生的時候我就覺得說嗯 他就是不值得繼續使用因為健康衛生問題還是更重要所以這個是非利浦的啦那所以大家可能就自己斟酌啦如果你你自己買的不會遇到那個問題的話那那沒問題但是我就是遇到了然後而且蠻反覆遇到所以有點讓我覺得煩惱這樣子 所以這個基本上我現在拍完我今天就把它丟了這樣子所以他他現在為什麼還在我手上原因就是因為就是跟著這個一起錄這樣子對好那這個就是水湖的部分啊之前水湖的部分做一個東西這樣子那水湖以外啊我想跟大家就簡短介紹說 你說amazon有一些是叫amazon renew啊然後你買的時候他可能會有這種盒子這樣來那amazon renew啊其實我有小小研究一下然後跟客服確認就是你只要是買amazon只要是amazon寄出amazon.com或者是amazon什麼東西的寄出的東西啊這種雖然是用過退回然後他們維修確定沒問題在賣但是他的保固都是跟原產品一樣 比如說原產品是兩年那他這個出來就是兩年這樣所以你在買東西的時候你可以注意一下他他在嗯就是右邊購買的時候下面會有一個是可能是說有什麼寄出然後另外他的他的manufacturer是誰這樣那你就要注意說那兩個都必須是amazon的時候那出來的保固就是就是跟你原本的一樣 那如果有一個不一樣的時候啊你可能就要問那個製造商那他的保固是怎麼樣或者是說啊如果兩個都不是的時候那你就更需要問他的他的製造商說當你今天當然你買一個新品沒問題但是你買一個這種可能認為是二手的產品的話你就要特別注意就是保固的問題這樣那正式跟大家分享這樣那就是之前amazon我買這個google pixel6a的時候就是啊 啊他給我的盒子這個好今天就到這裡啊期待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其他東西但我也不知道我近期還有什麼東西要買但是就是啊不定時跟大家更新這樣好啊祝大家這個新的一年新年快樂然後農藝也過了這個希望大家這一年新的願望這個目標都可以達成拜拜 啊 啊